发球抢攻 主要就是根据对手 来去制定自己的一些发抢的战术 发球抢攻主要是对手有的人接逆旋转 就是逆向旋转差一点 有的人接侧旋差一点 有的人接转不转差一点 还有的人怕变化 就是每个落点都去发 他可能找不到第一点的话 接发球也会出问题 所以就根据对手来去制定自己的发球的套路 因为现在打到最高水平来讲的话 你想去让对手总结这种半高是很难的 所以就是发球抢攻里头 主要就是靠对对手的一个了解 然后自己再去做有效的战术安排 这是两边去抢的 还有一种是侧身要抢的 这是用正手去抢的 还有刚才是用反手抢的 然后你再可以掰短 这是短台内的挑打的技术 每一项技术里面 它所运用的跟战术有关系 都不太一样 最主要还是这个发球以后 因为你发球是自己知道 发上拳还是下拳 然后发完以后 你大概能够知道对手是出还是挑还是拧 还是有某一种接法 这个你相对来讲可以预判到的 预判到了以后 你下板的抢攻 相对来讲你就会更主动了一点 就是这个人预判完事以后 你会提前动了 你提前动的话 这个步伐就会提前能到位 到位了以后 你的球的质量就够了 如果说你也不知道对手接到哪 所以这个时候 这把抢攻里面是难度比较大 到位了以后 其实你会更多的 最好的回头 tah呔 最后一样 太阳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